今天在那個開直播的社團是在Vitara 那在Vitara的社團裡面我們應該開過好幾部車友安裝KT電汽器的直播分享 那今天一樣是在Vitara的社團裡面開直播 那這一部車是1.4升的渦輪引擎 那這一台車的CP值真的是非常高 它的原廠的懸吊前面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就跟Suzuki的小車一樣 後面的話是一個博弈幣的系統 都是基本上都是一個像是類似Swift 像這樣的懸吊底盤架構 那給這樣的一個小型救護車來使用 可是很多的車友都反應它的後面會比較晃 其實後面的阻尼像現在有很多的車 不只是後系車 包含像我們最近兩年之前有開發到的Elan Tra Sport 可是它的後面懸吊系統的主名就做一個Overdamping的設定 那也不是說這樣的設定比較好 或者是Vitara的設定過於舒適 其實都是會要做一個整疊的搭配 我們之前在Vitara的車系上面有壓過原廠的避震器來給車友來一起分享 我們等一下一樣會做這個動作 如果線上剛好一樣都是Vitara的車友 再請立刻詢問我們問題 我們會立刻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來做一下測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原廠避震器 剛好現在是三支都拆好了 我們一樣來介紹它後面避震器 為什麼車子會覺得很像一般日汽車會很晃的一個路感 其實它的整體的架構是OK的 但是它的後面的主尼床行程是做一個長行程的設定 這樣的長行程的設定對避震器的改裝廠來說是好事 因為行程夠長避震器廠比較有足夠的空間去做發揮 可是它的主尼床是一個最大的罩門 一般來說像這樣後面的彈簧其實是配的比較輕 因為這台車重才會先出了風機 所以它原廠的車重蠻輕的 後方又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後面的阻尼會攸關到操控不好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像是這樣的阻尼床其實就很像是一般的小車 像是一檔的小車也是大概類似這樣的阻尼 它阻尼做得很軟 所以當然它的舒適度的話無庸置疑 可是要做操控或者是說我們國外常常會在一個 時速大概77公里左右做一個迷路測試 像這樣的阻尼系統有可能做一個極速的變換車道之後的穩定性 或者是操控極限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高 那今天改裝KT之後 第一個彈簧的空間數會比原廠的重 後方的話我們一般Vicara配置的是4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6公斤 都會比原廠的彈簧還要來的重 所以當然它在過彎時候的側起的抑制呢 就會比原廠的彈簧會好很多 那第二個是阻尼的部分 KT在像這樣阻尼設計的時候呢 會把阻尼值比原廠最少有多個30%左右 而且阻尼是可以調整的 可以隨著底盤的背景改裝狀況 或者是車主自己本身駕駛的需求 來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在功能性上的話 不只是高低可以調整 還有阻尼的話 軟硬度也都能調整 所以功能性的話是比較全面性 那在這一部車的車主的需求 本來如果以我自己的手指頭的話 後方的車高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是60幅 那今天車友的要求是大概降到30幅左右 沒有特別低 大概就一般車主會想要降低下來的一個車高 那可以看到這台車上座不見了 因為這台車的上座 它其實是沒有上座的設計 它在這個轉盤上方有一個小軸層 小軸層上方就是一個向停 所以它上座其實是沒有一個整片的上座 就是一個橡皮對角 然後再包一個直推軸層的設計 所以上座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元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已經裝好的部分 這部車在安裝或者是調整阻尼的時候 對車主來說是相當的方便 因為原廠設計的時候就有設計了一個維修孔 這個維修室蓋 這裡有一個缺口 缺口撬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訂正器的上部零件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KT的LOGO 網順時針就是剛剛提到的會變阻尼可調 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一般像這部車原廠的規格 都是17吋的輪胎跟鋁圈 215路10系的話 一般如果胎壓正常的前提之下呢 我們會把阻尼值大概調到中間值 就大概15段左右 原廠避震器對胎壓的要求沒有很高 如果原廠日系車的話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時候 在均速的下方都會有一個原廠胎壓的建議值 大概是32到33的PSI左右 是一個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那原廠避震器對胎壓的要求沒有很高 即便打到39、40PSI都還可以 只是行路的感覺會比較頂而已 但是改裝了第一件事之後的胎壓要求呢 就非常高喔 那胎壓要打多高 依原廠的建議值去打就好 像是215、55、57的話 我們就大概打到30左右 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背景還在陸續施工當中 所以還會比較吵傻一點點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上部這個是上部的介紹 主名的橋調整很方便 後尾門打開之後 把濕蓋掀開就能調整得到主名的 那軟硬的部分的話 是靠彈簧上方 有一個這個叫Hiroki 一般這個調整機構 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調長 加上彈簧的長度 整體變長之後車高就變高了 那如果把它縮短 那車高就會變低 以這部車 這台車是二輪驅動 這個車比Tara的車 應該比我們更了解 這台車還有四輪驅動的版本 不論二輪驅動也好 或者是另外一個版本 四輪的也好 它能夠降到最低的幅度 大概以KD的設計來說 大概是不到兩尺左右 但這部車 如果車友有改裝鋁圈的話 其實不太有辦法降得太低 因為它是一個塑膠的 一個飾板的葉子板 這裡有一個厚度在 所以當改裝鋁圈之後 這個EP值會比較外擴 如果降得太低的話 也就有可能會磨到這個 塑膠的輪乎 所以這台車我們一般的建議 不要降低於兩指半 那這一部車的 車池的後懸吊系統 還有一個狀況 車友應該也很清楚 它的後輪的定位的角度 是沒有辦法做的 如果有車蓋要降低的話 其實可以靠一個 偏心變變的方式 來做定位 但一般來說 只要 因為它這個 並不是多連桿懸吊系統 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Temper角度 會微幅改變 但是並不會改變很多 那比較建議的 就是不發現的方式 就是把吊胎的頻率把它縮短 一般的話 原廠可能建議一萬公里吊胎 那我們把吊胎的頻率 縮短成五千公里 就比較不會有一個 一般叫磁胎 就是輪胎內側異常魔化的狀況 車高的話 這個版本 最低的話 大概是兩指左右 那最高的話 可以做到五指 最高的話 加上 低一指 最高的話 大概比平常 還低一指 所以它能調高 調低的範圍很寬 那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不會差異很多 因為並不是靠 低彈簧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 駕駛起來的感覺 是差不多 但是 調低之後的重心變低 像我們超好的 車身都沒量力量 所以它超重心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當然 降低之後的 車 行車的穩定性 就會比高的時候還要來得好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像在彈簧的部分 車高的調整 並不是靠這一根的長短 去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上方的Hero Ki 這個的 彈簧的長短 它是來調整彈簧的預載 那其他主要的安裝技巧 就是彈簧不要預載過多 大概3mm左右 就可以剛剛好 所以這個是 後方 一個還蠻簡單的 懸吊系統 像這個防塵套 KD都是做一個專測 專用的規格 密合度相當的不錯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是一個曼花神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 前面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等一下 這個還沒有安裝完畢 安裝好之後 這裡也會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 筒身的軟硬度 就是阻擬紙 下方的話 這一台車我們是配置了6公斤 6公斤的彈簧 在前面車高的調整 就跟Vitalra的後面不同 前面的話 是一個大概7-80% 8-90%都會使用的一個懸吊系統 這個系統叫麥花神 那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負責上下震動的吸附 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前面的避件器 會比作動起來 會比後面還要來的辛苦 它不只負責上下 當我們在旋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要得負責旋轉 所以它的上座就會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就是當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上座會轉動的一個軸層 那在這裡有一些特別的零件 譬如說這裡有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然後這個是油管的固定架 這裡這邊有一個離載狀的固定點 這些固定點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現在的便系製造廠都會針對這些的專車專用的細節下去做要求 因為像是有一些法規比較嚴謹的國家都會針對這些安全的規範來加以規範這些製造廠 所以我們都有依照這些的安全規定來做出這些應該要有的固定規制 那像這個前面一般日系車的賣花枕它是穿的兩顆螺絲 上方這個螺絲孔它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是有做一個橢圓孔 那橢圓孔的用意呢就是可以在讓定位的時候可以做一個微幅Camper的改變 所以如果車主有比較熱血的需求 我們就有辦法在做定位的時候把前輪的Camper角度把它做好 然後操控起來就會更轉向就會更加精準 這個極限過彎的時候推頭的狀況就會比較少一些 但是這個都是在比較熱血的車主身上才有需要用到這樣 一般來說只是希望當它車高降低之後的定位角度能夠更精準一些而已 那至於在用料的部分 就是TB所使用的主米油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米油 這個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油品 它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如果有比較熱血的車主喜歡騎重型機車的話 在義大利有一個很知名的重型機車品牌叫Aproilia Aproilia它的前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就是用義大利IP的主米油 那這個品牌我不曉得日本的Tim有沒有做避震器 如果有的話 日本的Tim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大的油風品牌NOK 所以我們KT所使用的油風也是使用日本NOK的品牌 所以耐久度總統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呢就是一個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當日後也許有可能啦 即便IP的主米油很高檔 但用了幾年之後它還是有可能會裂化會衰退啊 那到時候就可以針對這些的衰退的狀況損壞的狀況 像這個防塵套也許有可能用了幾年之後也會破損 這些任何一個零件KT都有辦法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汰換 甚至是主米油裂化之後也能夠做細部分解拆開之後 更換裡面的主米油更換之後也有繼續做一個保護的一個服務 所以這些都是工廠才有的一個售貨服務 那如果車友們像這一位的車友也是來工廠來試乘之後 才跟我們的同事預約說要安裝 所以很希望車友的話多多比較 避震器的話就是有機會的話多多試乘 那覺得滿意之後再來考慮就好 因為避震器的話如果在很多車友都是在網路上詢問 其實並不是一個客觀的方式 因為A品牌適合其他的車友 但是並不適合並不見得適合每一位車友 所以最棒的一個體驗避震器的方式 就是實車試乘看看多多比較一定是好事 那今天的Vitala的安裝直播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說你們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到Facebook裡面打上KT微信 找到我們小編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我跟你們聊可以吃吧 1 3 5 5 2 4 6